唉唷 嚇我一跳 那是甚麼 是 我看錯了嗎 那個人沒有腳欸 我沒有看到你就突然跳一下 我嚇一跳喔 像這樣子 喔 幹 阿布 我的十塊錢 嗨嗨 晚上好 嗨嗨嗨嗨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 這一款遊戲叫做 CAS02 就是 暗箭02 惡靈危機 它是雛林物理系列的 第二集 但是第三部 第一部是 十人小男孩 零零 事件零零是十人小男孩 我玩過 兩次 呵呵 對阿 雛林物理的話 我本身是沒有玩過啦 這有點可惜 我找直接來補一下好了 好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吧 糟糕 我嚇我一跳 選擇 選擇我的冒險難度是不是 不用說啦 標準 謝謝 我不反對挑戰難度 但是我反對拖時間 好不好 你看骰子 現在正常直處一到六 為甚麼是骰子阿 哎呀 糟糕 我沒有做功課欸 甚麼骰子 你 一個陷入昏迷的少年 在漫長的昏迷中 你做了一個詭異的夢 為你有個女神摔鈴 惡靈和喪失大軍 就要毀滅世界啦 這是RPG遊戲喔 沒有錯 幸好 你耳邊一直有個聲音 加油 誰阿 呵呵呵 誰阿 那聲音為你打氣 你才能醒來 是恐怖遊戲嗎 我記得那時候我看介紹 他是說是恐怖遊戲啦 兩個等待著你的 卻是另外一場惡夢 嗨 晚上好 喔 吼 這是我們要操控的角色嗎 我是誰 頭好痛 甚麼都想不起來 為甚麼 大家都去哪了 欸 我看到我身上欸 那個是甚麼 20 HP跟LP 哈哈哈 LP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暗裝下流 我想買了 呵呵呵 意志1 敏捷1 火力0 可憐 他身上有甚麼東西嗎 甚麼都沒有 這個我熟是不是 這個甚麼 喔 獲得三葉草 獲得幸運草 那這個是幹嘛的 某人送你的幸運物 結果不能用 呵 帥哥的欸 老婆這樣那個作品的人物其實都蠻可愛的 蠻帥的 三死一傷 日前有少年與父母朋友出遊 卻慘遭車禍 僅少年幸存 這個少年就是我嗎 我爸媽和朋友都 但有人在我病房擺了兩株幸運草 是誰來看我 我剛剛想想說 會不會是他而已 那這個又是傻玩意啊 我剛剛看到一個很不妙的東西 有點麻煩的 病內爆發新型狂犬病 已遭風怨 若不勝接觸患者 一律強制隔離 狂犬病 是那個會具有攻擊性的那個狂犬病嗎 阿這又是三小 不滿咬痕的紅髮少年屍體 紅髮少年阿 我怎麼看到他的頭巾 他頭巾好綠喔 他是不是被誰綠了嗎 所以才會戴那個像這炎亮的顏色的帽子 這個倒是真的 B3 嗯 先找其他人吧 所以我們現在B3 那這裡是 這邊沒有寫這裡是哪裡 唉唷嚇我一跳 那是什麼 是 是我看錯了嗎 那個人沒有腳耶 我沒有看到你就突然跳一下 我嚇一跳喔 呃 嗯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感覺有點不太妙 我覺得我要無視他們 欸 欸 不 不要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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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 那個時候在他那個 耳邊喊他加油的那一個女生嗎 欸現在怎樣 被惡靈還什麼的附身了嗎 蛤 啊 救命啊 你就這樣默默的躲起來 那個諾芙 不行 我得救他 好再見 看不能跑走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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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落寶 呃 這邊有東西耶 可以拿嗎 獲得武器BB槍 你可以在裝備頁面 裝備新的火力與服務 話說BB槍可以創修 BB槍可以創修 火力加一 我拿BB槍是要幹嘛啊 射人老二喔 啊 好看 呃 這個是要幹嘛 骰子一 進行檢定 取消檢定 好 先骰再說 五 打倒敵人獲得十枚硬地 啊打啊 獲得十枚硬幣 喔 所以 他那個骰子就是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他會隨機出現一個 你達到的話 就給你 給你那樣就對了 嗯 BB槍連一個易拉罐都射不出來 如果改造過的就很難講喔 如果有改造過的BB槍那個 真的很難說 謝謝你救了我 嗯 是你 原來你醒了 喔 你認識我 也不算 只是病友而已 每次路過你病房 會進去幫你打打氣 呵呵呵 喔 我病房的幸運草 就是你擺的對吧 對啊 我叫田思涵 叫我小涵就好囉 呃 我想不起自己的名字欸 你就叫我 請設定 五個字以內的暱稱 預設是阿奧 我名字要取什麼啊 末日做死亡 呵呵呵呵呵 沒有我亂講的 叫肥龍喔 我覺得這一個你們看到應該會想笑 一起逃出去吧 肥油大布丁 霍姆先生我不要 我不想要跟那隻兔子圍伍 本人不屑於那隻兔子圍伍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從現在開始他已經不叫小奧了 他叫做肥油大布丁 呵呵呵呵呵 我到底現在蠢蠻小阿 你好 那67%會直到3 2%以下會 33%以下會直到2 不管先直再說 我運氣爆棚了 可以 歐拉 就獲得10枚銀幣 但他每次都會出現一個隨機的事件 他每次都會出現一個隨機的事件 你只要低於某一個 你或許可以達成那個目標 但你也可能拿到的獎品不是很好 或者是 你可能會受傷 太多隻了吧 好 我有拿到小火殺手槍了 警官的屍體 那他們這些是槍屍嗎 女槍屍 啊 死了啦 絕對超過好不好 歐拉 獲得10枚銀幣 再來 讓你們見識一下 那個物理雛林的厲害 剛好4點耶 靠北 至少不會受傷 至少不會受傷 兩個塞子 我就問還能怎麼輸嗎 好不好 我就問 我都有兩個塞子在那邊塞了 還能怎麼輸 是不是 那什麼東西啊 我看到後面有一個大蜘蛛耶 然後兩個塞子在那邊塞 呵呵 所以他的火力是指那個塞子喔 沒有彈藥限制應該是沒有 他這個所謂的火力其實就是那個塞子啊 可以啦 怎麼輸 我就問你怎麼輸 菜 我的15枚硬幣 變射擊遊戲 他其實有點 變相的 他為什麼會跑上去 我才可以燒掉路障 到底是什麼奇葩設定 哈哈哈哈 他其實變相的就是 那個 跟你玩紫骰子遊戲而已啊 應該說就是一般的RPG遊戲 只是你就多了一個玩紫骰子的步驟 然後要嘛秒殺 要嘛秒殺對方 但你自己會受傷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啊幹 啊不 我的10塊錢 呵呵呵 哈哈哈哈 差一點差一點 我以為我要受傷了 嚇死我了 真的受傷不是開玩笑的耶 我的10塊錢沒了啦 那還是一樣是打怪遊戲 只是 不像之前就是你可能需要練等這樣子 來啦 超過6點給你們看 是不是 錢錢 是我的 哎唷哎唷哎唷 那是狗嗎 來來來我們看看 仗屍拳不太好打 可以先避開他們喔 敏捷徹定 火令徹定來 好 就是現在 來吧 簡單 再見 哪裡不太好打 有些敵人現在還太強 我們先挑戰比較弱的敵人 等變強之後再回來攻略他們吧 也沒有比較強啊 鬼魂洞 那是什麼 看起來能吃 跟布丁一樣嗎 他那個狗其實沒有很強耶 我說實在的 對不對你看 隨便一用就中了 他只是多了一個步驟而已 對不對 還多說92%會直到那麼高點 我怕什麼 欸這裡是女廁欸 等一下我想去女廁不行嗎 我看到女廁有沒有什麼重要道具啊 搞不好有什麼重要道具那邊啊 這邊 隨便點 隨便給都中 所以這就是他所謂的 打 先打比較 比較弱的吧 來啦 看我的 YES 剛好 菜 怎麼了 是誰打破鏡子的 蛤 為什麼等一下 你能突然莫名想要冒出一句 是誰打破鏡子 等一下 12點 12點 是我的12點傷害哪 這有兩樣東西耶 我先燒這一個好了 可是這感覺是 啊哈 果然 這感覺就是這個護身 就是那一個可以用其他東西之類的 這一個應該是武器吧 我現在已經有那個小槍槍了 就 不用浪費了 暫時還沒辦法把這路上打掉 嗨 晚上好 外貓小孩 你知道 上世界人比較強 誰知道呢 教主的話語第一步 不死主女神啊 五等使你忠實了服人 五等將獻上一家醫院之人命 其實你 不玩軟弱的人耶 蛤 這是這個嗎 狂性者的屍體 話說剛剛那一個 一開始出現沒有腳的那個阿飄 他好像就是狂性者的樣子耶 怎麼了 一樓 安全房 這裡比較安全休息一下吧 這裡被打怪遊戲 他本來就是設定是打怪遊戲啊 一路上真的很謝謝你 我幫你包罩傷口 欸不是我又沒有受傷 對不對 開玩笑你跟著我你還怕受傷嗎 沒有這回事喔 幸好一路上有你的建議 不然我不曉得能不能走到這裡 我才要謝謝你呢 一路上都是你在戰鬥 等 等我們活得出去 我 給你烤餅乾 摸他的頭微笑的回憶 為什麼只有這個選項 我不能砍他頭 為什麼 哈哈 吃到之前我可不能死 所以你們兩個到底是怎樣 話說回來 這家醫院到底出了什麼事阿 嗯 我也只是聽說 有群狂性者在家舉行邪教儀式 其中一人突然發瘋似的亂咬人 結果全部送進這裡 哈哈哈哈在家 在家亂搞 要搞到全世界都知道這樣 壞了 勇者RPG 他本來就是走這種風格阿 只是又是有些恐怖類型的感覺這樣 提出以為只是集體歇斯底里以後 心形狂犬病 沒想到人咬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只好瘋怨了 他做夢不是也有夢到嗎 呃該不會這起事件 其實是狂性者策劃好的活人獻祭 幸好有個探病的人 打給他認識的雛林二人組 他們研判 這不是狂犬病 更不是什麼歇斯底里 而是一場 惡靈危機 惡靈危機 這個教授好可愛阿 去看看發生什麼事吧 我不要 這三小 太大隻了吧 你 你 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啊 他把人變惡靈了 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的怪物就是你夢中率領 惡魔和上司大俊的女神 惡夢變成現實 真的是耶 切是不死教教主 您最兇實的僕人 不死主女神阿 你的轉身還不完全 但無需擔心 只管享用五等的祭品吧 這意願中的生命 竟是你轉身的食糧阿 他就把他吃掉 怎麼了 沒想到這家醫院 沒想到這家醫院 還有女孩比妾更適合當女神的宿主阿 為了令醫師更順利 待妾受女神附身吧 生命 對阿 那個蛇女是透明的 你別過來你這怪物 小孩你快走 然後再存活 不曉得那女孩被女神附身有多光榮 怎麼了 喔 欸不是這個百分之百一定會輸的是怎樣阿 抵抗女神的血眼 為什麼阿 如果 如果 蛇的話 那美杜莎 我覺得他比較像 女娲 我覺得比較像耶 那個不管什麼仔都輸阿 任人百步 身體 蹲不了了 在女神的血眼之前 弱者只有站立的份 好 哇 不要 大布林倒地了 呵呵呵 呵呵呵 這兩個 喔 這兩個是 我好像有看過他們 明明在那場車禍中 你已經失去雙親和朋友 而現在卻又要失去小韓 你不甘心 不想再失去任何人 在你的EMP無比沉重 怎樣也爭不開 女娲的神話中不會害人 我這樣講好了 女娲的神話中她是造人的 可是在很多故事裡面 女娲她算是妖怪的一種 所以她到底對人類抱持 怎麼樣的東西沒有人知道 在我們所知道的神話 她對人類抱持的是善意的 但 或許在其他的宗教 教義裡面 她其實是另外的那種 另外一種生物 就已經不是我們知道的 那一個崇敬的女神 而是怪物的那一種 類似這樣子 名字好出戲 呵呵呵 代表我取得不錯啊 欸 我們來打個賭吧 賭她能不能英雄救美啊 蛤 她都快死了 有什麼好賭的 那你就救她一下嘛 嘻 我想賭她最後 只能眼睜睜看著小韓被附身 嘻 這女人的興趣還是這麼低級 我是雛林專家 不是慈善家 我收多少錢做多少事 我們這次要救的 只有委託人跟他朋友 我可不想為了你的低級興趣 而白白救人 雛林專家 你管這叫雛林專家 那我那一份報酬給你 你救不救啊 救 哈哈哈哈 太沒睜眼了吧 不為烏東米折腰 那我給你石頭行不行 行 哈哈哈哈 傻小啊 你怎麼救她的 吃那小男孩的食人鬼 跟街穿食人鬼的女的同學 好像就是他們喔 好像就是小韻他們欸 呃啊 走走走 嗯 呃 是你救了我嗎 不是我 而是有某個帥哥 他用了某種黏答答的超自然物質 填補了你的傷口 黏答答的超自然物質 口水嗎 還是金 超自然 你們 該不會就是那個 處理惡人組吧 是的 我們就是處理惡人組 魔鬼克星 我很想問一句 很想吐槽啦 那個魔鬼克星的克 是故意寫這樣子嗎 這個魔鬼克星是故意用這個克嗎 而且你們看他的英文名叫 ghost eaters 他們是專門吃鬼的是不是 吃鬼人吧 我是其中一人 以鳳玉 請教我小玉 金什麼 金益求金啊 哈哈哈哈 沒事 小韓呢 小韓去哪了 被狂信者帶走啦 他們似乎想弄個儀式 讓小韓被附身 那女神的事務組 所以我們還有時間救他對吧 嗯 什麼我們 自己的女朋友 自己救 哼 我會自己救出小韓的 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人 嗯嗯很好 那我先走一步了 通常發現我留下的提示要記得看喔 可是我記得小韓他在 出零物語的時候 身材沒那麼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我跳的點有點奇怪 可是 我真的印象中 他那時候身材沒那麼好啊 是我記錯嗎 可能這邊他整個長大了捏 上什麼車 沒有要上車啦 前方有一種喪屍很會吐瘴氣 要正面對抗他們 就得先抵抗魔器 抵抗瘴氣 看到背後或許能偷襲他 喔 我是小月大盪林元廷 他都叫我阿元 阿富的偵查 我負責送惡靈上西田 我們的委託人 原本是探望他朋友小蘭的 沒想到被雙雙困在這裡 所以打電話叫我們來救他們 當然是要付錢喔 火大盪 小蘭 H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